年輕人 男男女女 手腳並用攀爬巨大木頭 一路爬到最高處 爬到了最高點 女孩們開始擺POSE 站著 坐著 都能拍出美照 甚至有人在木頭上蹦蹦跳跳 但是層層堆疊的木頭 中間都有縫隙 如果一個不小心 沒正穩摔下去 會被這重大好幾公噸的木頭壓在下方 就是要小心爬啦 因為這爬木 可是它其實不會動 就是不用擔心說會掉下來 因為其實它還蠻無辜的 不敢 怕會有危險 要小心 可能不知道會不會有蛇蟲之類的 還有人自錄影片 把木頭當作了攀岩場 網路上也有許多網美 曬出伐木場的照片 成了熱門的打卡景點 但是看看這些木頭堆疊上去 至少有兩層樓高 爬到最高點實在危險 但其實這裡是私人土地 禁止進入 甚至地主還標出了危險場所的字樣 還是擋不住來拍照的遊客 清水區這處伐木場 靠近高美濕地 最近成了熱門景點 但是現場雜草重生 地主甚至提醒遊客 會有眼鏡蛇出沒 不要進入 但是年輕人為了拍美照 闖入私人土地 不顧自身危險 攀爬巨木 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記者您就問您家慶太宗 你快樂 你快樂 我先去看